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3月1號禮拜五 今天一個 比較大的新聞是崔永元 就是微博成績幾天後再發生 開始了 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到崔永元的微博上去看了一下 沒有這條 很奇怪 這是他的微博 致命主持人北京傳媒大學 這是第一條 沒有的 非常奇怪 這是崔永元在今日頭條上的一個 賬戶呢 他開的一個也是沒有更新的 到2018年 10月18號之後就沒有了 但是報導說有這條 就是一個大V一個是皇冠號 應該也是正確的 但是沒有 這個是非常詭異的 我關注的崔永元也很長時間了 這個是從他中央台主持人開始的 這個是百度北科對他的一個介紹的 63年聖人 2月22日北京市 天津市北城區 天津人 就是 2013年 12月16日 正式從樣式禮止 錄製中國傳媒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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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東方演 東方演後 好像說 播了幾期被禁了 就這麼回事 後來就沒有看過他的一個 這個主持節目了 就是 這麼一個情況 其他的 後來他自己也沒有 做新聞專門從事 就是說跟方周旨啊 還有那個轉基因 這個事前的 進行 進行那個 就是說 曝光啊 揭露啊 做這些事情 這個是 維基百科上對崔永元的一個 介紹的啊 這個 漢族 集關市河北 恆水市人 63歲56歲的 今年 北京廣播協業信用西 這個 正義事件 轉基因事件 應揚合同 演藝圈的 應揚合同事件 還有中商涉嫌涉密 監局上還有警方不作為 然後千億礦權 中 這個丟失案 這個 這個都是在 微博上中國大陸媒體公開有報道的啊 這個 情況 好 3月1號 今天禮拜五 崔永元的微博 我看一下 也是沒有的 跟我 連接打開的都是同一個 沒有的 估計他塞了還是其他什麼原因 不知道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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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